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有白秋恩之墓的石碑现收藏于中国河北省唐县的白秋恩科蒂华纪念馆中 据专家介绍 这块石碑原本是立在白秋恩墓前 但却在1941年后就一直下落不明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1941年秋天 日军金山草荡来到唐县 对白秋恩墓进行了破坏 蒋白秋恩之墓碑和进察级军区的纪文碑 还有中共中央的道次碑就一起运走了 后来呢 这三块碑呢 就下落不明 在1982年定州清理护正河的时候 进察纪军区的纪文碑和这个中共中央的道次碑呢 被发现 被运回唐县 修复好以后 就沉溺在我们白秋恩科蒂华纪念馆中 白秋恩之墓碑呢 是在2001年被发现 也运回了我们唐县 现保存在我们白秋恩科蒂华纪念馆 专家所说的白秋恩墓指的是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的白秋恩墓 但是白秋恩去世后 他的出葬地并不在军城南关 而且也没有立碑 甚至连个坟头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切还得从白秋恩去世说起 白秋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脉科专家 1938年初 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白秋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害遣 雇员万里来到中国 进入禁察纪抗日根据地 在硝烟炮火中 忘我的救治八路军伤员 挽救了许多八路军战士的生命 1939年10月 日寇调集了两万多人的兵力 对济溪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 当时白秋恩正准备回国 为八路军募集药品器材 当他听到日军将要进山扫荡的消息后 立即推迟了回国行程 带领一个战地医疗队来到前线救治伤员 就在白秋恩救治最后一名伤员时 哨兵突然来催促 敌人快要进村了 赶快转移 时间紧急 为了加排伤口处理速度 白秋恩将左手中指伸入伤员的伤口内 半取碎骨 被碎骨刺破了他的左手中指 第二天 白秋恩的手指发炎了 但他仍强忍着疼痛 坚持工作 11月1日 白秋恩发现一名患颈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 这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细菌感染 他不顾自己发炎的手指 坚持对伤员进行手术抢救 可是 就在这次手术中 白秋恩带伤的中指 受到致命的第二次感染 很快 白秋恩开始高烧不退 呕吐不止 他得了败血症 就在这种情况下 白秋恩仍坚持救治伤员 从11月2日到11月7日 他检查伤员200多人 做手术13例 1939年11月10日 白秋恩的病情恶化 高烧达40度 军区首长决定将病重的白秋恩转移到 唐县花盆村的军区后方医院进行治疗 可是 就在还有十多里的路 就要到达花盆医院的时候 白秋恩却坚决不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白秋恩却坚决不走了 白秋恩却坚决不走 暮决不走 暮冲决不走 白秋恩却坚军不走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封锁消息还特意找来一把水壶让秦务员拿上 若有人盘问就说担架上排的是重病号 遇到人群就假装问担架上已经去世的白秋恩想喝水吗 11月15日傍晚白秋恩的遗体几经转移 被送到了禁察济军区三分区第二休养所瑜伽寨村 17日下午聂荣臻司令员赶到瑜伽寨 向白秋恩遗体告别 接着为白秋恩举行了炼病典礼 聂荣臻亲自为他入炼 白秋恩作为一个外国人为中国抗日 并且牺牲他宝贵的生命 当地居民都为他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所打动 所以呢 知道他去世以后 当地居民都非常的悲痛 在延安的毛主席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纪念白秋恩 在这篇文章里边 高度赞扬了白秋恩的这种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那么在我们管理呢 那么还收藏有后来的邓小平 习向前 聂荣臻等很多老一辈格林家 为白秋恩的提词 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讲 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也说明了我们国家一直以来 对白秋恩和白秋恩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视 练兵典礼后 为了避免日军扫荡时破坏白秋恩墓 八路军禁察纪军区决定 于荡晚秘密将白秋恩的灵酒 埋葬在瑜伽寨村南的廊山沟门 下葬后 八路军禁察纪军区决定 鼓立碑 并将地面离平 伪装的不露痕迹 同时为了日后能找到白秋恩的埋葬地 在距白秋恩墓约十步远的地方 用一个废年盘做了标记 据说就在白秋恩下葬三天后 日军就到瑜伽寨进行了大扫荡 后又多次洗劫 白秋恩的出葬地始终没有暴露 直到1940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八路军禁察纪军区决定 为白秋恩修建一座墓 重新安葬白秋恩 以此永久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 那么白秋恩墓修建的背后 又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在当时战乱频繁 物资匮乏的环境下 修建白秋恩墓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 比如说 当时水泥是十分稀缺的建筑材料 为了修建白秋恩墓 禁察纪军区派人穿越敌人封锁县 在太原用白面一斤换一斤换来的 秘密运送到唐县 修建陵墓所用的大理石 是突破日军封锁县 从中国河北省宝定市的曲阳县运来的 当地民众得知 要为白秋恩修建墓后 都主动出人出力 在白秋恩墓的修建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军民的集体努力下 1940年4月 白秋恩墓竣工了 白秋恩墓建筑分为三层结构 地下为砖圈 地面为五星造型 代表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胜 五星正中为木座 木座上建有一个地球模型 代表着白秋恩的国际主义精神 您若仔细观察这个地球模型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地球模型 上面没有日本 对此 有人认为 这可能是当年工匠在制作时 一时疏忽 但是 据专家推测 地球以上之所以没有日本 并不是因为疏忽 而是以此表达当时人民 对日寇侵华暴行的痛恨之情 1941年秋 日军对军城地区进行大扫荡 并在离开时破坏了白秋恩墓 我们现在看到的白秋恩墓 是后来根据当年白秋恩墓原型 重新修整的 此后 追随白秋恩的脚步 来到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 柯蒂华 傅来等人去世后 也被安葬在军城南关 这里成为禁茶祭边区 抗战烈士公墓 新中国成立以后 对公墓进行了维修 定名为禁茶祭烈士陵园 白秋恩在军城南关 安葬了13年之久 直到1952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白秋恩世纪 传承白秋恩精神 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 河北省民政厅于1953年 将白秋恩墓从唐县军城 迁到了石家庄华北军区 烈士陵园 如今长年的国际主义战士化作了不朽的封碑 白秋恩精神已经载入中华文明的史册 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保方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